最近由张小斐张嘉妮主演的双女主剧 好事成双完结 明明是个爽剧 却看得我拳头都硬了 大结局 男主公司CFOV姐原谅出归老公时 不仅不记恨她 反而夸她孝顺和善 对她百依百顺 最后还为老公出轨担起责任 我太过于自我了 有强势 面对如此封批的发言 女主林霜一脸崇拜 恭敬地将她奉为 她被楷模 但你不一样 你足够强大 然而好事成双绝不是个例 就说前几年大爆的女性爽剧30而已 男主许幻山不仅出轨 还惹了官司住进监狱 女主顾佳一边在监狱外 替男主擦币不还债 一边热泪盈眶自我检讨 我也检讨了我自己 这些女性剧似乎总有那么点大病 就喜欢给观众喂苍蝇 真是恶心她妈给恶心开门 恶心到家了 大家好 这里是飘飘 我是搜搜 今天这期视频我想聊聊 为什么国产女性题材爽剧 总是让人这么不爽 首先爽剧最核心的就一个字 爽 这是一个邪恶终将被惩罚的正义乌托邦 主角在开篇承受的各种不爽 都是在为后面的爽做铺垫 而好事成双在前期打压环节也下了死手 为女主未来的绝地反击铺足了路 林双全职主妇 本是学霸天职娇女 婚后却为了孩子放弃生职退守家庭 本以为多年来的辛苦付出 换回的会是幸福的家庭生活 然而老公魏明出轨 打谢他的美梦 为了凸显女主的惨 男主魏明一家在编剧笔下 成为近年来国产剧中少有的完美反派 这个魏明到底有多渣 这么说吧 许焕山见了他都得叫声歌 出轨被抓包 许焕山痛哭流涕 请求孤家原谅 魏明呢 礼不值气也壮 早就转移了婚内财产 要求凌双净身出户 自从小苹果出生以来 你吃我的用我的 你替这个家赚过一分钱吗 你凭什么分财产啊 你刚才是发疯吗 他职业甩锅达人 孩子半夜生病入院 他与小三耳病撕磨 第二天早晨回家 第一句话就是埋怨妻子 照顾不周 你也太不小心了 推卸家庭责任的万能理由永远是 你嫌我姑姑家 我洗澡贪黑的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 对老婆冷漠自私 对孩子他也毫无人性 就说一个细节 公司聚会 为了在人前树立他完美人夫 生活体面的人设 他要求女儿必须穿着 漂亮但不舒服的白裙 参加体育运动 即便女儿被衣服扎红了皮肤 他也要孩子再坚持一下 再坚持坚持不过 今天对于爸爸来说很重要 对他来说 妻子和孩子 永远是他成功路上的工具人 可这还不算完 极品渣男背后 还有一对极品父母 常年把儿媳当保姆 公共嗑瓜子 瓜子皮扔一地 婆婆好不容易接孙女 下一次学 就把孩子搞丢 见到儿媳第一句话 和她儿子一样 迅速甩锅 我说不接果果吧 你别要让我接果果 这下好了果果不见了 真的是很料理发脑 也打扎 凌霜几乎叠满了 所有家庭剧女主身上 那些令人脑溢血的剧情 虽然俗套 但问题不大 只要她能在关键时刻 致命一击 让霸凌者永不翻身 作为爽剧 她还是合格的 然而在《好事成霜》里 看到女主被虐得差不多了 我正期待地搓着小手 坐等反击的好戏上演时 女主却永远一副 受气包模样 婆婆丢了孩子 见了她还倒打一耙 她是这样的 卫明摊牌和她离婚 直言要夺走她的一切 她是这样的 为争夺抚养权 婆婆私自接走孩子 找不到女儿 凌霜跑到卫明公司 要个说法 却被一顿羞辱 她是这样的 说到这里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好事成霜》 作为一个全职主妇 最终职场事业双开花的 所谓女性爽聚 让人越看越憋气的本质原因 是她必须是个好女人 所以她的反抗始终不彻底 对丈夫第一集发现出轨 搜集了二十多集的证据 就为了离婚时 能评分夫妻共同财产 结果因为不想得到 卫明的灰色收入 以不要财产 只要孩子为条件 轻易放过渣男 对公婆 前脚被二老上门挑衅 颠倒黑白辱骂 她不负责任 私生活不检点 后脚 离婚的凌霜 就带着孩子来看公婆 非但不计前嫌 还继续履行 照顾长辈的职责 发现卫明让公婆 住在条件极差的酒店中 就将二老重新安置妥贴 就连离婚了 她也必须是个好钱儿媳 在工作中 林霜也必须自我牺牲 表现得像个英雄 同事工作失误 她替同事承担罪责 主动辞职 然而此时 她还背着离婚官司 闺蜜劝说 她为了争夺抚养权 先稳住工作 她说 林霜 好一朵纯洁的圣女白莲花 家庭中 她是好媳妇 好儿媳 好妈妈 工作中 她是讲义气的好同事 她可以反抗 但必须温柔 她可以爱自己 但首先要爱所有人 家人们啊 这分明是一部女性恐怖片啊 与其说 这是什么女性双剧 还不如说 是一部男性双剧 满屌丝死缠烂打 赢取学霸笑话 通过聪明才智 让前妻在离婚时 净身出户 再次赢取白富美 容生公司副总裁 人生赢家呀 仔细分析这类 伪女性爽剧 你能发现 里面包装出来的爽感 都非常廉价 好事成双礼 女主无论怎么闹 从来没有真正 损害过男主的利益 哪怕是三十而已 所谓的打人民场面 只有激烈的冲突 却没有撼动到 真正的痛点 女主顾家雷厉风行 儿子在学校 被同学家长欺负 他关起房门 将他们暴打一顿 弹幕大呼豪爽 然而 爸爸去哪了 这剧里真正伤害顾家情感的 是出轨渣男许幻山 但就算离婚 顾家也不忘替他还钱擦屁股 许幻山倒好 躲在监狱里 让妻子承担他犯错的后果 再比如我的前半生 男主陈俊生出轨后 女主妈气不过 跑到陈俊生公司大闹 不是骂女婿 而是抓小三 陈俊生成功隐身 女主错付的前半生 全部淹没在 同性没营养的扯头花中 这些故事的结局 男主看似都不得善终 但女主又真的善终了吗 那些被出轨被伤害的女主们 他们从未亲手实现反击 错付的人生 并未得到任何补偿 最终还是自己买单 甚至还要给渣男买单 头上那顶好女人的帽子 依旧闪闪发光 可这顶帽子存在一天 观众就恶心一天 因为伤害女主的出轨丈夫 只是表象 父权社会好女人的规训 才是元凶 她被押在父权的大山下 全职主妇的自我牺牲被合理化 个人尊严也被踩在脚下 因此 这类家庭主妇逆袭的爽拒 与其说女主反的是出轨丈夫 不如说 她是要通过掀翻父权 这座大山的方式 找到被押在山下的 那个真正的自我 她必须是个颠覆者 成为父权定义下的疯女人 比如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中 女主Miji的母亲Rose 因受不了家人常年来 对她的忽视而离家出走 Miji和爸爸千里迢迢找到妈妈 发现她从精致的纽约住宅 住进破旧的法国公寓 往日优雅高贵的妈妈 不仅抽烟 喝酒 养了狗 还无论如何都拒绝回家 爸爸忍不住大妈她是疯女人 然而这个所谓疯女人 恰恰是Rose 摔掉妻子和母子后 真实的自我 国产女性剧 好像对爽点会错了意 我们不是想看女主斗云渣男 并收获爱情第二春的 俗套大团圆结局 而想看女主如何冲破 父权制度下 女人应该怎样的枷锁 对真正伤害她的霸凌者 予以还击 并最终做回自己 比如知名女人第一季中 60年代的家庭主婦Bave 得知丈夫Robert出轨后 她第一反应是自我欺骗 擅长反思的她 随后将丈夫出轨的原因 归结为自己在婚姻中的 性威力不足 于是她千方百计讨好丈夫 甚至谎称罹患癌症 为的就是不让她抛弃自己 故事前半段 Bave从没想过在婚姻中反击 似乎只要丈夫回归家庭 她就能装容作哑 当一辈子嫌弃 然而 当她知道Robert准备在她死后 迎娶意外怀孕的小三 他们女儿的死亡 也是因为Robert在家偷情秘书 一书慌忙逃离中忘记关门 女儿才跑出家门被车撞死 Robert明知真相 却将女儿死亡的罪责 归咎于Bave属于照料 让Bave多年来活在愧疚中备受挣扎 Bave彻底对丈夫失望 结尾 她与被家暴的邻居主妇 一起谋杀了他们的丈夫 Robert到死 都不知往日温柔的妻子 为何要置她于死地 这才是女性爽聚真正的爽点 但绝不是一句 简单粗暴的渣男该死 跟随Robert一起倒下的 是她在父权纵容下的虚伪与冷漠 所以她的复仇 才让观众酣畅淋漓 Rose与Bave 无疑不是父权定义下的好女人 她们倔强 记仇 不听话 并最终对伤害她们的男性 大声说不 不像国产唯女性爽聚中 女角色们不是忽丝投花 就是带着圣女的桂冠 温柔地等待着 另一个忽花使者的到来 从不肯对施害者予以痛击 不仅如此 她们的女性成长 永远只停留在 一个又一个的京剧中 行动上 却始终在过往好女人的规训中 跨地为牢 于是 她们的反抗与女性独立之路 怎么看都像孩子过家家的小打小闹 口号震天响 落实轻飘飘 说到底 一个好的女性爽聚 比起她过得更惨 更重要的应该是她过得更好 让女性为自己而活 感谢观看